随着国内汽车的蓬勃发展 国内的汽车车型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来自不同的品牌 不同车型的汽车 消费者的不同喜好 这时路上的汽车缺乏统一性 但是一般情况下 公用车就比较追求统一性了 比如说锦车 锦车是越来执行任务的 所以这种要求就被选为锦车的汽车 必须各项性能良好 所以能被选用锦车的汽车 一般来说都是差不到哪去的 曾经有人在路上偶遇过 成品崭新的锦车版汉兰达 丰田汉兰达的外形 本就很有霸气感 穿上锦服之后 更是霸气侧路 况且单独一辆就已经足够抢眼的了 更别提是一大批一大批 更是吸引了众多路人的视线 随着这批汉兰达在网上的曝光 越来越多的网友加入到锦车的报照中 从网友爆出来的照片中可以发现 身穿锦服的汽车车型还真不少 其中还有不少是国产车 例如重态T700 共同点就是外观很一朗 能救一朗的外貌 再加上警察制服的加持 使得这些汽车看下十分的霸气 很多网友认为 国产车穿上的警服 未必会比汉兰达差 反而更霸气 近几年 国内的汽车行业发展迅猛 很大一部分表现在 国产车的崛起和进步上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产车 在外观和配置上 都丝毫不逊于核四车和进口车 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愿意把国产车 纳入到其类购车选择中 其中当然也包括公务车的选择 按照这次发展势头 我们深信国产车的未来 会越来越好 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产车 被选用为公务车